愤怒的德斯哈不一会儿便恢复了平静 并告诉弟弟德斯帕赶快带着带达赔偿的金银财宝回到明府 真令德斯帕和队长都十分吃惊 毕竟他们印象中的德斯帕并没有这么好脾气 就连博斯国的众人也都有些意外 联络完德斯帕的德斯哈答应了国王排名协会使者的晋升请求 决定成为排名第一的国王并进入神之宝库 随后带着一对明府骑士跟随协会使者离开明府 并将自己的国家拜托给了一直跟随他的文官 在前往神之宝库的路上 协会使者与德斯哈就国王排名一事聊了起来 使者说他坚信国王排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存在 并表示此行不会给德斯哈带来任何危害 但之后又说财富和权力会改变一个人 无论是谁一旦看到超乎自己想象的东西 都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还说德斯哈并没有战胜个人欲望 明明站在国王的立场上 却选择拯救弟弟欧肯 德斯哈一边感叹协会使者钻人心控制的本事 一边跟随他前往神之宝库 在这之后德斯哈再也没有回来 明府之国也随之毁灭 说回博斯国这边的故事 西林与他的护卫队此时已经与其他人会合 戴达对母亲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并表示他在漆黑空间内听到了西林的呼唤 而西林则为了保持母亲的威严拒不承认 除此之外 戴达还告诉西林多亏了兄长波吉自己才能得救 对此西林依然是一脸严肃的样子 他说自己从看到波吉回来的时候 就断定一切事件都会平息 因此一直很冷静 随后拥抱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称他们十分出色的拯救了国家 母后 我已经不是要抱抱的年纪了 戴达难为行的想要挣脱母亲的怀抱 但西林却暴躁的将二人抱得更紧 并想起了他们俩还是宝宝的样子 随后环顾了一下四周 确认大家都没事后看向米兰桥 询问其他人她的身份 她是一系列事件的主谋 将我封印起来的罪魁祸首 戴达咬牙切齿的 对西林介绍正在跪地道歉的米兰桥 得知米兰桥是万额之源的西林 也愤怒的表示要对其处以死刑 接下来让人集体惊呼臥槽的一幕出现了 不久前还对米兰桥申请求婚的戴达 竟突然暴躁的走到米兰桥身边 一边大喊都怪你 一边咬牙切齿暴打未婚妻 就在众人看的头脑短路的时候 戴达突然停手回头看向西林说道 母后我要和这个女人结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